开着怪手忙着在工地进行拆除作业 没想到几分钟后却发生公安意外 只见二楼地板统统垮了下来 钢梁水泥块散落一地 而当时还有一名山猫驾驶在建屋下方施工 当场遭杂惨死 情方护报也在第一时间到场 拉起封锁线放置大体帷幕 就一二楼嘛 它有钢梁就是柱子都是钢梁嘛 拆这个上面的这个水泥跟那个这个板子 就那边敲把他敲下 整个基座早上这边都一直在晃 附近住户表示 一早就看到好几根建屋钢梁摇摇晃晃 没想到下午就听到坍塌俱响 我就听到说 有一个很大的声音放下来 我就开窗户就烟雾弥漫 之后就看到有一台小货车 它就急急忙忙 好像听附近人讲说 他问医院在哪里 事发就在30号下午一点多 台北市市林一处预售屋展示中心 当时怪兽正在进行拆除作业 没想到过程中 二楼地板突然坍塌 杂众一旁山猫驾驶 也害得他当场没了性命 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依 违反职业安全卫生法 宣法厂商30万元 那设施设备的部分 我们先请他进行停工 警方调查怪兽驾驶以及工人 在事发后第一时间急忙逃离现场 目前也正全力追气当中 而监管处也已勒令工地停工 毕竟赔上一条人命 后续还得查清楚相关责任 以及疏失 三级新闻待会 陈南信仪台北采访报导